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Shen 今天要来介绍另一款 我觉得也很不错的AI生成图片工具 与之前介绍的TencilArt非常相似 但还多了一些TencilArt没有的实用功能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之前TencilArt影片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连接 这个工具与TencilArt一起交替使用 将使你在创作时更灵活 它就是SeaArt 海意 在进入主题之前 我想向大家灌输一个观念 这些AI工具只会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好 每个工具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你学习越多工具 将它们放入你的工具箱中 在不同的情况下 选择合适的工具 就能更顺利地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挑战与改变现况 因为我相信每天累积的小进步 终将成为巨大的能量 而我挑战现况的方法 就是持续吸收最新资讯并化繁为简 如果你也热爱挑战现况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与AI电子报 还有不要忘记按下那个小铃铛 这样你才能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影片的新通知 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海翼的页面 看到的图片都是可以直接下载 或是生成出类似的图片 无论你是想要人物 动漫 卡通 风景 小动物 或是室内设计 全都没问题 生成图片的过程也非常容易 不会让你好无头绪 不知道从何开始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学习 如何使用海翼这个工具 要访问他家的网站有两种方式 我把两种方式的连结都放在影片的资讯栏里面 如果你选择第一种 里面有我的分享连结码 第二种则没有 如果使用第一个连结 注册之后 你会额外的得到100点算力 让我们先开始注册的流程吧 在海翼的首页 点选右上角的登录 来到下一个画面 选择你习惯的注册方式 目前最快速的就是使用Google 来进行注册 点选Google 来到下一个画面 选择你想要使用的注册信箱 你就成功的注册好了 非常的容易 会看到我目前的画面是简体中文 对习惯阅读繁体的观众 之后可以把语言切换成繁体中文 让界面变成繁体 然后可以选择昵称 跟一些你比较有兴趣的标签 例如人物 风景 建筑等等 满18岁的观众就选 我已满18岁 没有的就不要选 最后再点击开始使用 就完成了注册的步骤 滑鼠移到右上角时 自动显示菜单 如果使用我的分享连结码 左边的紫色闪电图案会显示100 右边的黄色闪电图案则是200 正常注册时 紫色闪电会显示0 黄色闪电一样显示200 紫色闪电代表算力 黄色闪电代表体力 算力不会过期 但需要购买或完成任务来获取 每天体力会补充到200 表示一般用户每天可以用200体力来进行创作 创作的时候会先使用体力 只有体力耗尽后才会消耗算力 点选设置 再点选创作设置 在语言的地方把中文切换成中文繁体 保存设置 就可以把网页的界面变成繁体中文啦 现在开始一一介绍海逸的各种功能 首先是快捷AI 在首页的左上方点击快捷AI 可以看到四个功能 点选高清修复 如果你有一些旧照片或是不清楚的照片 可以利用这个功能让照片变得更清晰 我找了一张看起来非常旧的照片 上传后海逸会自动进行处理 处理完毕后 我们可以看到效果虽然不完美 但比原图清晰许多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直接下载图片 接下来来看一下去除背景 简单易懂又实用的功能 这边我请米卡莎来帮我向大家展示一下 把它丢给海逸去处理 完成之后可以看到处理前跟处理后的差别 非常方便 炒稿成图 一个画腐朽为神奇的功能 点进去会看到一个白色的画板跟绘画的功能 如果你有炒稿的话也可以直接上传 这边我画一个我小时候常画的一个图 因为常画所以很熟练 画完之后再输入提示词的地方给出提示词 我给的是站着的牛 可以选风格也可以不选 有兴趣的可以把每一个风格都试一试 找出自己满意的结果 再点选创作 海逸会利用你画出来或是上传的炒稿与提示词来生成出三张图片 我蛮喜欢中间这一张的 有把我炒稿画出来的精神呈现出来 AI滤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它可以根据你的选择产生三张不同的图片 你只需要将想要的图片传给海逸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特效 它就会产生相应的图片 这个功能提供了许多特效供你选择 例如赛博庞克 忍者 小丑 卡通等等 你可以将鼠标移到特效的上方进行预览 很可惜滤镜的界面不是中文 但预览的功能在一定上弥补了这个缺点 AI聊天 这个就不用多做介绍 大家对恰GPT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我做了一些简单的对话 了解到海逸的AI聊天 背后也是利用恰GPT的API来实现这个功能 不过他们使用的是GPT3 这是一个比较旧的模型 尽管如此 他们提供的主题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例如角色扮演佛祖、数学老师等特定的领域功能 模型与训练这个功能 因为要消耗非常多的算力跟体力 所以如果不开通会员的话 算出来的模型会是非常的弱 我实际测了一下 用了差不多25张照片与最基本的训练设置 那需要花费的点数是240点 如果把最大训练的轮数增加到10 这个是通常新手训练模型的建议值 那需要消耗960的点 完全不够啊 240点的话我们是可以透过一些海逸提供的任务来凑一凑 但训练出来的模型效果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烂 不是我对吧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这个功能我就不细讲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家里也没有设备 愿意投资金钱在线上训练模型 欢迎留言 我会专门再做一支影片 细讲适合线上训练模型的工具 接下来介绍AI广场 在广场上会看到许多人已经创作出来的图片 对于新手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种类 例如想要做室内设计 就可以选择设计 再把鼠标移到合适的图片上 就可以看到创作图片的内容 像是提示词 尺寸 模型等 往下一还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创作 点下选单符号里面的保存 就可以下载 想要生成出类似的图片 就点选Try 海逸会帮你把所有的设定复制到创作流的页面 最下面会显示需要消耗的点数 点下送出 就可以开始生成图片 这边要注意 在右边的参数 有个模式选择 海逸2.0跟2.1 普通的用户只能适用10次 所以我一般都是选择默认 生成出来的图片也不差 这是最直接生图的方式 现在来看一下生成图片的设置细节 当图片生成完成之后 可以看到图片的右边有4个选择 最右边的圆形箭头图案是复制图案的所有设置 到右边的创作设置栏 圆形精探号则是可以看到图片的属性 像是提示词 副标签 总指数值等等 英文切换这个图案目前好像还不是很好用 然后最左边的是可以收藏图片之后下载或是删除图片 创作栏的右侧设定有 右上角最上方是参数 用于基本的设定 免费用户选择较为有限 如果存在特殊的设定 通常会附上解释 这一点还算是贴心 模型设置 就是可以选择出图片的模型跟风格 模型决定了出图的大方向 风格则决定了图片的特色 可以点选模型去选择目前有的模型 也可以点下选择更多模型 再去更多推荐里面找出别的模型来试试 这边我把写实类型的模型换成二次元类的 会发现整个图片的大方向就变了 但风格一样是地法 如果我把地法的风格变成别种风格 那最后产生出来的图片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基础设置则可以设定生成图片的数量 模式跟尺寸 最多可以生成四张 如果要生成四张 我建议把图片模式调成普通 降低生产成本 如果图片的模式是超轻 那就需要六点 四张就是24点 这样子点数会用得很快 面部修复 让面部描述更精细 如果在描绘脸部以外的部分 开启面部修复的话 那结果就不会很理想 高级设置 里面可以设定一些副标签 就是不希望图片中出现的内容 VAE就是类似滤镜 可以改变图片的色彩 采样的方式跟步骤就跟AI深图的算法有关 可以试试不同的采样器 但步骤建议是设定在30到40之间 效果较好 文本强度我通常留在7 越低AI越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那结果就会跟提示词有些差距 但有时候可能会有惊喜 每一个种子的数字代表不同的图片 所以如果有满意的图片生成出来 记得要把种子记下来 之后就可以生成出类似的图片 Click Skip 就是减少提示词色彩污染的问题 通常建议设在1到2之间 生成出来的图片 也会有三种变化让我们选择 高清修复 可以让图片更清楚 但小心使用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反效果 把鼠标移到图片上 选择最左边的选项 来到了高清修复工具 右边可以选取不同的修复算法 跟缩放比例 点选提交 就可以进行高清修复 创意超分 生成出一张类似 但是高清 而且带有创新效果的图 把鼠标移到图片上 选择中间看起来像U的选项 就会自动开始升图 会发现这个效果有时候会比高清修复还要来得好哦 变体 可以让我们把图片中其中一些部分重新描绘 把鼠标移到图片上选择右边看起来像V的选项 会来到图生图的视窗 可以把想要重新描绘的部分用笔刷刷出来 也可以选局部重绘 让它自动帮我们圈出部位 例如我想要变头发的颜色 就把头发点选出来 来到输入栏上 输入关于头发的提示词 像是White Hair Very Short Hair 就是白头发跟短头发 再送出进行描绘 当你想自己尝试新的图片 不依赖其他创作者 但又毫无头绪的时候 可以先选择你想要的模型 在试试海译提供的三种工具 第一种 随机帮你生成提示词 来到提示词的正上方 会看到绿色的骰子 点下去就会自动生成提示词 想要选择就点选旁边的提示词 就会自动送到提示词的输入框 看看会生出怎样的图片 还可以利用发送键旁边的魔法棒 把打好的提示词做一些加强 看看产生的结果如何 最后还可以利用提示词工具 输入一段自己想要的咒语 右边会有许多分类让你选择 可以选择图片质量 例如杰作 绘画风格像是高细节 画面效果可以是背景虚化 龙帽也可以有许多选择 像是头发 头饰 眼睛等 最后还有构图 都可以搭配的使用 如果有时候生成出来的图片 是像画面上这样子的粉红色 那表示图片可能违反了某些规定 可以重新生成一次 或是调整一下提示词或是副标签 如果发送词旁边有这种语言转换的按钮 就可以点选来翻译成跟界面一样的语言 现在来看一下左边的选单 图生图 可以用上传的图片当作基础 来完成像是局部重绘 局部修复 把真人变卡通 把动漫人物变成真人等等 影片先前示范的头发换颜色 就是图生图里面的局部重绘 现在来介绍一下局部修复 可以修复脸手或身体 用刚才眼睛没画好的图片 来做一个脸部修复示范 先上传之前产生的图片 会发现左眼的部分怪怪的 来到右下角选单 点选人物修复 修复类型 再选取脸 来到左边提示词的地方输入 精致的脸 再送出 漫画版的里多会长怎样呢 先把图生图的智能分析打开 海逸会自动分析上传的图片 自动产生提示词与适合的模型 但因为我们要把真人变漫画 所以要在右边模型设置 换成漫画类的模型 选一个不是真人的模型 从会强度越高 越会偏离原本的图片 可以每个值都试试 这边我选0.7 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一些 如果漫画人物变成真人会长怎样的AI照片 现在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做啦 我把一张名人的照片放在图生图上面 在模型里面选一个适合的真人模型 每种模型会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调整重绘强度再送出 智能补图 可以把目前的图片来做一个扩展 可以让AI决定扩展的样子 也可以自己增加 这边我把智能分析打开 把3例放进去 之后用滑鼠把扩中的范围设定好 再用原本的提示词来做一个送出 面部替换 请周董跟东尼来帮我个忙 先把周董的照片放到最中间 再把东尼的照片放到右上角 提交出去 我们就得到了毫无违和感的周东尼 图像描述 把图片上传给海逸 让他自动帮你生存提示词 你再选择自己觉得不错了 最后来看一下条件生图 也就是控制网 里面有很多功能 大家可以一个一个去试 这边我来示范超轻重慧 刚才用一般图生图把人物转换成漫画或真人 大家可能觉得效果不是很完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条件生图里面的超轻重慧 在条件生图右边的控制网中 选取超轻重慧 将这次的模特尔丢进去 目前它是处于要真不真的图像 我要将它完全动漫化 模型就要选择动漫类型 我选择的是Checkpoint Yes Mix 再加入一些风格 不要忘记采样方法与步骤 副标签则是让海逸智能自己分析的 最后在提示词的地方输入让影像变高清的字 然后送出 最后我再示范另一个功能 姿态识别 当你看到一张喜欢的图片 并想让它摆出你喜欢的知识时 可以使用姿态识别 AI会根据你上传图片里面的知识 生成一张全新的图片 并带有一样的知识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图片 可以在AI广场上寻找 点选你喜欢的图片 然后点选做同款 视窗会进入创作流程 点选右下角的发送到条件深图 就可以将图片的所有设定 传送到条件深图 在上传知识图片之前 请记得关闭智能分析的功能 以免覆盖现有的设定 这边我要让AI识别 手放在脸旁边的姿态 上传知识图片之后 就可以直接送出 希望海逸这个工具 能让你在创作上更灵活 个人而言 我还是比较喜欢Tencil Art 我觉得Tencil Art 能够生成出让我更满意的图片 算图的速度感觉也比较快 而且做同款的功能 与种子的选择还特别容易 方便我在喜欢的图片上 做进一步的改变 海逸在这方面就弱了许多 通常是我用来当备用 或是实验的工具 当然就像我之前提到了 这种工具只会越来越多 每个工具都有独特的优点和缺点 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选择适合的工具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我的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 别忘记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了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